试描绘y等于tangent x的图形 我们可以将x坐标轴上各个角度带进去 我们从0度带进去 tangent 0度就等于0 而tangent 30度是3分之更好3 再来45度带进去就是等于1 60度带进去是更好3 而带到90度的上限角的时候 发现它是一个正无穷 正无穷它就是一个无穷大的数 但是呢我们再往旁边90度再多一点点 91度的时候发现tangent值变成了负无穷 好那再来呢到3分之2π是多少 120度的时候呢是负更好3 接着我们再继续把点带进去之后 我们把它描绘在图上 好所有的点描绘在图上之后 我们用平滑的曲线将它连起来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tangent 2分之π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正无穷大的地方 因为它的分母为0 所以它整个数呢会无穷大 而且呢没有意义 那我们可以观察从0度 好0度到90度的时候 y的值从0会一直向上升 升到了一个无穷大 而当90度呢过90度之后呢 就是90.000几度的时候呢 把它从负无穷的地方会一直再往上上升 好到180度的时候会上升到0 那接着呢再从180度过后 好180度.1分的时候呢 它又变成正的值 好再一直往上增加 图形画完之后 我们可以来观察 整个图形呢 它是不是一个重复的图形 而且呢 从负2分之π到2π当中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图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每隔一个π就会重复一次 所以它的周期就会等于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